候鸟会随着季节变化跨越海洋 在不同地区规律的移动 台湾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候鸟造访 是赏鸟的天堂 有时候还会出现赏鸟科比候鸟还壮观的新闻报道 看着这些报道 你有想过 这些鸟类是怎么在不同大陆间移动的吗 夜晚的海洋或许有恒星作为参考 但白天 它们要怎么穿越茫茫大海而不会迷路呢 解开候鸟迁徙之谜前 我们先来看一个跟它很类似的运动 定向越野 这是一个近年来很流行的运动 参加者要在野外进行定位 完成指定的一段路程 而这个定位的过程中 磁力占了很重要的一环 讲到磁力 大家可能会马上想到电 磁跟电是两个很类似的物理现象 就像电有正负电荷一样 磁也有N与S级 不同属性会互相吸引 相同则会互相排斥 不过有个地方磁跟电却完全不同 那就是正或负电荷可以单独存在 但我们却不曾找到单独的N或S级 就算把一根磁铁从中间不偏不倚地切开来 也不会变成单独的磁铁 而会得到两个兼具了N与S级的小磁铁 既然N级和S级只会互相吸引 那为什么回文针不管用磁铁的N级或S级都会被吸引呢? 难道有一个你我都不知道的X级存在吗? 当然不 回文针会被磁铁吸引 是因为靠近磁铁被磁化了 当用磁铁N级靠近回文针时 就会暂时赋予它磁性 把靠近的那头磁化成S级 另一头变成N级 但如果你把S级靠近同一端 那它也会马上被磁化成N级 那磁力跟定向越野有什么关系呢? 在定向越野中 用来判断方向的关键道具指北针 它的原理就跟磁力有关 地球内部就像一颗倾斜的大磁铁 它的N级靠近地球南级 S级就在北级附近 而直北针本体 就是一根磁化过的指针 指针的N级会指向地磁的S级 也就是北方 只要观察指针方向 就可以帮我们找到方向 但直北针也不是永远正确 它会被周遭的磁铁干扰 大家应该都做过一个实验 拿着磁铁慢慢靠近直北针 直北针就会逐渐偏转 停留在原先指针位置与磁铁的中间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想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导入磁场的观念 每个磁铁都会产生磁场 而磁场是一种向量场 也就是说 空间的每个点受到磁力方向和大小都是不同的 指针指的就是所在位置的磁场方向 如果空间中有另一个磁铁 它会带来另一个磁场 两个磁场会互相影响 让空间的磁场发生改变 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 直北针会受到地球磁场影响指向北方 但磁铁一靠近就会改变原先的磁场 指针也会指向新的磁场方向 这就是直北针偏移的原因 但磁力既然不可见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磁场长怎样呢 总不可能在空间中摆满直北针吧 英国物理学家法拉蒂就提出了 用铁粉观察磁场的方法 他把铁粉撒在磁铁周遭 这时铁粉会被磁化成一颗颗小磁铁 只要轻轻敲玻璃 铁粉受到磁力作用 就会排成一圈一圈的曲线 这些线就是磁力线 磁力线会从磁铁的外部N级出发 进入到S级 再从磁铁的内部回到N级 形成不相交的封闭曲线 线上任意点的切线方向 就会是这处磁场的方向 同时我们还可以观察到 磁力线是有疏密之分的 像在磁铁两端 磁场最强的地方 它的磁力线就会最密集 而在磁铁中央 磁场最弱的部分 磁力线就会越稀疏 要是空间中有负数磁铁的时候 磁力线也随着磁场的变化 形成不同的形状 但同样都会从N级出发 进入到最靠近的S级 如果在均匀的磁场 比如两块大型磁铁中间 我们还可以观察到 平行的磁力线呢 虽然法拉第通过铁粉 把磁场可视化 但你可别忘了 磁场是立体空间的概念 而铁粉能展现的 不过是平面 所以实际上的磁力线 是会布满整个空间的 了解了磁力 磁场 还有磁力线以后 我们就用一个题目 来测验一下吧 桌面上摆有三颗磁铁 以及一个直北针 它们之间的磁力线分布如下 你可以猜出磁铁的A处 是N级还是S级吗 你答对了吗 A为N级哦 由于直北针的方向 就是磁场的方向 根据磁力线由N出发的原则 F就会是N级 而透过磁力线的排列 我们可以知道 C与A应该为相同的磁级 也就是N级 看到这边 我们来回顾一下 磁铁具有N与S级 在空间中会产生磁场 我们可以用磁力线 来描述磁场 磁力线是不相交的封闭曲线 越密集的地方 磁场就越强 如果在磁力线摆上磁针 磁针N级受力的方向 就会是磁场方向 绕了一大圈 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 候鸟是怎么找到正确方向的呢 事实上 候鸟除了视觉外 也同时会透过地磁来定位 但如果这时改变周遭的磁场 它就会改变移动的方向 靠着地磁的辅助 候鸟就算在黑暗中 大海上 也可以辨别方向 而不会迷路 不过透过地磁辨别位置 可不是候鸟的专利哦 请你猜猜看 在我们生活周遭还有哪些动物 也拥有这样 侦测磁场的能力呢 说不定这些活着的导航就在你我身边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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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